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浪年大一 迎春節風 新年快樂 Hello 六十後退休生活 Mio 說 年初五就送走了Sisa的兄弟姐妹 年初六又輪到我們清遠的朋友來珠海探我們了 他們還在鄉下帶了一隻自家養的粟米雞給我們 雞肉和雞腿已經被人枝解了 雞肉和雞腿已經被人枝解了 但是雞肉也挺肥厚 在鄉下 是羊 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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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在超市買的甜糯米酒 由我香港朋友子山煮這款清遠口味的甜雞酒 但我覺得太甜了 和我之前坐魚吃的不一樣 你們吃的雞酒又是怎樣的 由於他們在清遠開車來到珠海 我擔心他們會失車 所以當晚就在家裡吃火鍋 這是雪花肥牛 這是釣龍 台山蠔 羊生 青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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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頭蝦 這是 脆肉 羅肥 竹底 打火鍋 開鍋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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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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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聽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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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有脂肪 其實是有脂肪的 我常常以為青苑雞都是小隻 羊生雞是大隻的 超爽 我已經肥了很多 雞肉都爽 你們吃不吃一辣 哈哈哈哈 超好吃 年青真的無敵 我這班朋友七個人 不用一個小時 已經把我桌面食物全部掃清 包括三斤牛肉 兩斤魚 半隻七斤重的雞 兩斤可粉 蝦 和蠔 也幸好有他們 把我雪櫃裡的年糕 蘿蔔糕 紫米糕 和一大煲粥 全部消化了 今天是年初七 人日 我們又行大運 青苑的朋友 在哪裏 香港的朋友 在哪裏 我們各野來到 行大運 今天雖然是年初七 仍然是大陸的春節假期 所以有很多遊客 今年春節 島上還滿色彩鮮艷的鮮花 有很多打卡的位置 現在我和大家一起沿路欣賞美麗的景色 到哪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送别香港朋友梓山两个小朋友坐船回香港 我们中午就继续去呼唤里 西塔老太太吃我们的五晚餐 他们的晚餐在下午四点半开始营业 大家预备好吗? 好吗? 好吗? 这间餐厅就位于乡州区九州大道西2023号 富华里二栋二楼 我们是不是进去? 是 好 去 西塔老太太我们曾经两次排队 但都因为人太多而放弃 今个月初中午终于和妈妈来吃过了 质量相当不错 团购的价钱都合理 我们刚好四点半来到餐厅 里面只有一台客 这间的分店座位都很多 环境装修都挺特别 我们七个人点了两份368元的三至四人泥炉烤肉 套餐 套餐里面包含了六份烤肉 一份石子烤素菜 一份豆腐汤或海带汤 而免费任食土豆沙律 泡菜 蔬菜沙律 辣白菜 和山菜 还有包含了三罐汽水 三味调味料 和一碗麻将 他们的土豆腐很好吃 我们每个人吃了一个 酸辣萝卜吃完之后更加开胃 泡菜 蔬菜沙律是可以免费任家的 由于我们早上只吃了糕和白粥 所以大家都很饿 不停要服务员和我们添加前菜 首先来的是海带汤和白饭 我们上次选豆腐汤 我就觉得豆腐汤好喝点 烤肉还未上 我们已经用汤来拌饭吃着等 他们用炭火烤肉 每烤完一款肉都会换铁网 我们就可以选择自己或是由服务员和我们烤肉 我们现在选择服务员和我们烤肉 我们就可以专心吃了 首先烤的就是酸菜和金针菇 不用五分钟 石子酸菜和金针菇已经烤好了 我就较为喜欢吃金针菇 随后六款烤肉都送上了 冰花肉条 冰花肉条 肥牛 肥牛 猪五花 菌五花 特味牛五花 冰花 冰花 冰花牛大力 就慢一下肉 嗯 服务员首先就和我们烤冰花牛大力 肥瘦相间入口 需要稍微咀嚼 但是有很香的牛肉味 冰花肉条 牛辣条入口满满的油脂香味 吃完之后也有少少罪恶感 这个特色肥牛和特味牛五花 就肥瘦相隔 肥就多过手 但是烤完之后 边缘的肥油烧去大部分 入口又不是觉得很肥 牛五花因为切得比较薄 所以口感就一般 这一味羽下肉油脂特别多 吃完这片肉 老公已经求行说吃不下去了 剩下的猪五花就由班厚生继续努力了 吃完烤肉 服务员告诉我们在大众点评 拍照留言之后 就可以获赠冰糖草莓 或者烤鸡甲一份 我们在美团买了两份 368元的3至4人餐 买单的时候 他说我们七个人 需要补6元一份的调料费 另外一罐汽水 钻毛糖可乐是需要补2元的 最终我们这一餐 总共消费了744元 但令我最费解的 就是明明这个是3至4人餐 为什么我们4个人要加收1个的调料费 上个月我们一行4人去优特会店 都没有加收我们 总结这个3至4人的美团套餐 分量4个人都够吃 肉的质量都不错 但是太肥腻了 不可以常常吃的 我们在微信的珠海本地堡 知道澳门举行春节龙马精神烟花会演 总共有3场 今晚年初七 2月16日晚上9点 就是举行第二场 在澳门旅游塔对开的海面 延放烟花 最佳观赏点在珠海的 就是环琴十字门 珠海嘉临山和情侣南路 当然去澳门看就更好 但是又非常费时间 我们根据他的提示 在珠海情侣南路最佳观赏位置 估计在港珠澳大桥人工岛上 于是我们吃完饭后 就开车去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停车场 白车后就坐电梯上3楼的出境广场 那一边就是去香港 这一边就是去澳门 我们就准备在澳门出境广场 右手边的栏光看烟花 这个位置可以看到金沙娱乐场和澳门旅游塔 这个位置刚好没有高楼大厦遮挡 但前面有很多条建筑吊臂影响观感 而且距离较远 所以就听不到放烟花的声音 有朋友就在环琴十字门里看 他们说非常大烟 不及我们看得清楚 放烟花由晚上9点到9点15分 老实说 这个烟花只是一般般 没什么构图 我们看完烟花之后 大家都说幸好没有专乘 开车去环琴 于是我们就开开心心回家附近 继续吃吃吃吃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一集年初八 我们一行世人 开车去崖口吃煲仔饭 再去中山故居公园参观 然后再开车去斗门看油菜花 亲自採摘10元3个夜菜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条片 请给个like我 和分享出去 未订阅快点按订阅键 和旁边的小钟仔 我有新片 你第一时间就收到通知了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